大家好 今天和乔迷分享的话题是 恭喜王霜 恭喜乌雷 足协正式官宣众大家奖 雪庆侠遗憾的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足球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啊 在近期 中国足协也是 举行了 隆重的颁奖定例 那就是啊 2021年度金球奖的颁奖定例 那么根据这些消息显示啊 总共有几个项目的奖项啊 已经尘埃落定 正式屈辱 那么首先呢 就是备受球迷冠军的中国金球奖女子最佳球人 那么其中啊 候选人有三名 分别是王霜 唐嘉丽 沈梦 众所周知啊 在 亚洲杯的女足比赛中啊 王霜和唐嘉丽啊 也是带领中国女足啊 重夺了 亚洲杯的冠军 特别是王霜啊 在整个比赛期间的表现非常优秀 那么最终的王霜也是凭借着 优秀的表现呢 融获了 这个最佳女子球人的称号 确实是可喜可贺 那么这个重大的奖项 对于王霜而言呢 也是一个重大的嘉奖 也是肯定的王霜 对于中国足球啊 做出的巨大贡献 球迷们呢 也是 为王霜顶赞 那么 第二个奖项啊 就是 最佳 这个男子球人 金球奖 那么候选人呢 也是有三名球人 分别是吴磊 张瑞宁和 郭婷 众所周知啊 在世界杯预行赛上面呢 中国男族的战绩不佳 已经呢 吴磊进军 这个世界杯 但是呢 我们也不可否认了 国足的 部分球白了 表现还是比较的趋势 比于说 吴磊 张瑞宁的球白了 依然展现去了 不错的实力 特别是吴磊啊 在四日赛期间呢 也是进了很多球 也被球明明了 称为是 头后胜手 那么在最终的 平行结果 吴磊 也是凭借着优秀的表现 融获了金球奖 男子最佳球人称号 那么另外 就是 最佳林青球人方面呢 也是有三名候选人 分别是 上海海港队的 刘铸 刘铸 运 广州队的吴绍聪 以及上海生化队的 居承杰 众手周子 在刚刚结束的 四月赛 首场赛上面 居承杰 也是领位受命了 在与沙特队的比赛中 提进了一个 关键的进球 也帮助中国的 比平的强大的 沙特队 那么 从那场比赛 很多球迷看到了 居承杰 周围未来之心 加以时 居承杰 也往成为 中国足球的 决力队 对 那么这种的 评议结果 也是 不负众望 朱胜杰 成功当行 最佳 年轻球的称号 那么还有一个 重磅的大奖 很多球迷 也是非常的 冠军 那就是啊 中国金球奖 最佳 最佳 举帅的称号 众所周知啊 在中国足球方面呢 在过去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内啊 那么雪仙霞 带领 中国女族啊 夺得了 亚洲杯的冠军 那么啦 雪仙霞知道 也是入围了 本次金球奖 最佳 举帅的 候选名单 但是最终呢 雪仙霞 还是有些遗憾 没有啊 能够啊 拿到这个 大奖 那么最终啊 这个中国金球奖 最佳举帅 由山东 泰山举帅 豪伟 获得 那么其实啊 提到整个中国足球啊 也是啊 得到了很多球迷的冠军 特别是啊 中国女族 从夺 这个亚洲杯冠军呢 也让球迷们看到了 中国足球的希望 那么因此啊 作为球迷 我们也希望啊 足协方面呢 能够加大 对于中国女族的投入 让中国女族啊 能够享受 一个更加好的 比赛条件 能够得到 更多球迷的关注 我们也期待着呢 中国女族 在未来的国际大赛上面呢 能够再创佳击 希望你们认为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